大家好,那么在这个系列更新当中啊,我们就要来一起学习一下一个叫做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网络架构 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入是一个序列,输出呢也是一个序列的网络架构 首先啊,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啊,它的一个组成的架构 第一部分啊,我会给大家先讲一下,咱们现在啊,说的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网络啊 它是做了一件什么事,以及呢,有哪些应用啊,还有哪些小的技巧的点 第二部分啊,咱们就要来去做两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 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第一个啊,做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输入啊,是一个乱序的一个字母的一个排序 输出呢,我让它啊,自动的去学会怎么样把一个乱序的一个序列 给我组成一个有序的一个序列 这个啊,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小例子 第二个呢,第二个啊,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 就是说,嗯,现在啊,我有拿到手的是一个评论的数据集 这个数据量啊,还是蛮大的啊 从头到尾啊,咱们先给大家来讲一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数据 然后呢,我们就使用TensorFlow啊 按照TensorFlow sequence那个 sequence to sequence的那个网络模型 按照它里边啊,一步一步要求去做这样一个优有的输入 输入呢,就是咱们的评论的数据 输出呢,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评论数据啊,进行这样一个摘要的提取 比如说啊,一个人说了啊,今天我去上街买东西了 然后这家店非常好啊,物美价廉又实惠 那它的一个摘要就是说啊,这家店好实惠 那这就是一个摘要吗 也就是说输入啊,我是以长段化输出呢 也是啊,我可以指定好的啊,一些几个字符也罢啊 一句话也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啊,内容 然后啊,有一个在咱们这个做实验的时候啊 需要大家先把这个TensorFlow给它装起来 这是啊,我们需要的一个实验的环境 其他东西啊,就都是比较简单了 到时候大家,比如说还有一个NLTK NLTK啊,也是一个三人员处理的一个小库啊 到时候大家直接给它装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啊,就是我们这些课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大纲是长什么样子 那下面呢,就开始啊,跟大家正式的讲解啊 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网络啊 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是长什么样子的